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我国经济与科技的进步确实非常迅速 让国人觉得又惊又喜的同时 也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国家的震惊 从近几年的表现来看 我国的军事武装力量也越来越强悍 军事发展速度惊人 如今我国的军事发展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中国再次亮出了杀手锏 永不着陆已经实现 这个杀手锏就是太阳能无人机 这项重大突破的出现 不仅得到了美国的认可 还成功吸引了日本的关注 美国回应中国这是一次很霸气的举动 而日本也感慨 中国这一次确实是放大招了 太阳能无人机确实可以突破技术上的很多限制 比天空轰炸机更容易实现 因为太阳能无人机不需要加油 却能完成不降落和无限飞行的目标 这的确是史无前例 关键是它还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目标精准打击 在节约人力的同时还提升了成功率 有了太阳能无人机的辅助 我国的军事力量肯定能够上升一个档次 既然是叫太阳能无人机 它的主要能源就是来源于阳光 虽然名字听上去平淡无奇 不像战斗机那样有杀伤力 但是它真的很有可能实现永不着陆 不过制作过程十分复杂 目前能够设计出这款无人机的 只有包括中国以内的三个国家 看来我国的军事水准已经超越了很多国家 在未来的发展和变迁中 我国将会在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方面有更好的突破 做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